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心思不断地在想王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能是有什么引起的 谁该为此负责 还有假如当初她说了不同的话 或做出不同的事 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善 她不断地将记忆倒带重播 搜寻每个细节 期望能够找到答案 直到她的头隐隐作痛 但还是无法停止回响 最后她终于被一株黏脑断裂 处成锯齿状的树桩给绊倒 树桩的周围长着一圈 奄奄一息 看起来极度缺水的灌木丛 公主想到她微量的饮水正在一点一滴的耗尽 她觉得不用多久 她也会变得跟这个灌木一样 或许我们会因路上的坑洞扭伤脚踝 被小侄子绊倒 或是装上岩时 以前我们就已经口渴而死 维琪说 自从他们上路后 她就一直不断地唠唠叨叨 哦 维琪 看在老天的份上 我现在最不需要的 就是你又出来跟我吵闹不休 是吗 那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独自走在这一条 漫天成沙 糟糕透顶 只长着一些奄奄一息的灌木的路上 而且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维多利亚将手先进旅行带到处翻寻 好不容易才找到皇室地图 她将银色细绳解开 小心翼翼地展开那看起来易碎的羊皮纸 也许这可以帮我们找到路 她说 她一边专心地看着地图 一边咬了一口她膝带的饼干 我唯一想找的路是回家的路 我一起脱口而出 而且我们最好在王子爱上另外一个公主 祖先赶快回去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也没办法 维多利亚虽然嘴上这么说 她的心却因为这个想法而急去跳动 可是你一定要想办法 不然她就要为她沾一束束美丽的玫瑰花 她在水晶花瓶里放满皇宫各个角落 而且她强壮壁 而且她强壮的手臂 将会紧紧抱着她 광云三 即使我们回家 她也不会那般地对待我 你知道她不会的 为什么一切都不能像以前一样 围棋哀叹 就是不能如此而已 可是他的手 只将会戳摸他乌黑的头发 我们的王子的头发 而当他走进房间 他的脸就会突然明亮了起来 他眼神里原本只属于我们的光芒 将会开始为他闪耀不已 围棋开始呻吟 我热不了了 我热不了了 求求你 求求你 我们必须马上回家 维多利亚用手捂住耳朵 努力不去听围棋的话 但是他还是听见了 既洪亮又清晰 他心中浮现一幅清楚的画像 他看到另一个公主 正拥抱着王子 深爱着王子 他名人 英俊 举世无双的王子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围棋 我甚至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也不知道那是谁的错 但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回去 你知道 我们不可以的 知不知道 可是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 我活不下去 我一起尖叫 感觉就好像有人要砍断了我的手和脚 看你说的那么恐怖 维多利亚回答 维多利亚回答 但随后又轻轻加上了一句 不过确实也是实话 医生从没有告诉我们会是这样子 就在此时 就在此时 一团黑压压的乌云遮住了太阳 整个世界瞬间暗淡下来 一股凉嗖嗖的风吹过 维多利亚打了一个寒颤 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暴风雨 我们最好找个地方避雨 维多利亚边说边将地图塞回行李袋 这时雨滴开始落下 你看 整个世界跟我们一样悲伤 维奇开始大哭起来 维奇一哭 维多利亚也跟着哭了起来 雨越下越大 他们哭得越厉害 他们哭得越厉害 雨就吓得越大 似乎整个世界 也跟着他们一起嚎啕大哭 大量的雨水和泪水 形成了许多水洼 一开始只是小水洼 后来越变越大 雨水和泪水持续灌进水洼 最后变成了一股激流 激流又长成了力量 强劲的洪水 一路冲刷席卷陆地上 不够牢固的东西 公主哭得正伤心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一股奔流的洪水 将它冲倒 并且碰撞拉扯它的身体 啊我怕水 维奇尖叫起来 我知道 维多利亚喊回去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上游泳课 你早该强迫我去上 没时间讲这些了 维多利亚大叫 当它们漂流经过棺木丛时 它紧紧抓住枝干 尽管它使出浑身的力气 还是抵抗不了水势 让洪水冲刷流走 维多利亚担心 可是太迟了 一大片汪洋迫近眼前 啊我们会沉到海底 公主就这样 万分惊恐 呼吸困难地 落入了情绪之海 当它奋力挣扎浮上水面的铜池 尖锐的石块 和树枝的蝉海碎片 在它四周冰冷的海水中打转 一股强劲的暗流 拉扯着它的脚 而子弹般大的雨滴 此时仍无情地打在它的脸上 头上 我们一定会淹死的 维奇满嘴咸水地喊着 我希望王子能够来救我们 公主不断地踢水 呼叫救命 当它再一次地沉下海前 它瞥见远处有个东西浮上水面 但愿它能游到那里就好了 当它浮上水面时 那个东西还在那里 那显然是一艘船 正摇摇晃晃地 朝它的方向飘过来 救命 叫救我 它竭尽所能地大喊 无论是谁在船上 它希望它能够有救人的经验 或许那是一个勇敢迷人英俊的王子 在它寻行途中遇见暴风雨 又或者那艘船是某个王国的皇家海军舰艇 它持续地呼救 却没有人呼应 等到那艘船飘得更近一点时 它才知道为什么 因为船上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它比它远想得到小得多 那只是一艘小滑艇 当小滑艇飘到它的身边时 它紧抓着琴弦 使出全身的力气 想把自己拉上船去 但是它实在太虚弱了 它想 但愿我能休息一分钟 或许就能再一次集中力量 因此 它一开始先用一只手紧紧握着 然后用另一只手 压低了一边的船舰 用力一撑 终于把自己拉上船 它筋疲力竭 一动也不动地 躺在摇晃的小艇上 身体下面 还压着两只老旧的木头滑甲 好险 我还以为我们一定会淹死呢 围棋说 现在该怎么办呢 等我恢复力气之后 我们要将船划回陆地 不过在此之前 我必须先找出陆地在哪个方向 公主费了好大的劲 才坐了起来 她举目望向北方 或者那是南方 她纳闷地想着 还是算了 只要能够到达陆地 南方北方 并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她极目四望 却只看到暗沉 而湍急的水 这里真是可怕极了 围棋的声音微微战斗 不要怕 等我想办法找出正确的方向 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一开始你想的办法 一开始你想的办法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团问乱中 我要回家 你如果再不安静下来 让我好好想一想 我们可能都会死在这里 我早就告诉过你 如果我们离开王子的话 我们会死掉 围棋指责维多利亚 你就是不肯相信我 你早该听我的 维多利亚 围棋 拜托你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些 不公平 王国里有那么多的王子 为什么只有我们的会被下魔咒 我一次只能思考一件事 围棋 他承诺过要永远永远爱我们 疼我们的 早知道我就应该要求他启示说 我发誓否则甘心受罚 不得好死 因为他我为了他的承诺 他真坏 他比坏还要可恶 搞得我们必须离家出走 这都全都是他的错 我恨他 他毁了我们的一生 毁了一切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围棋吼叫着 并且整个人倒在船底拳打脚踢 直到他的双腿 双手不满于血 有抽搐不已 一切都不对劲 没有一件事对劲 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 不公平 住手 你听见了吗 住手 像你这样尖叫不休 敲敲打打 我根本无法好好思考 天色渐渐暗了 天空好像泼了一个大洞似的 不断地倾倒下巨大的雨滴 大海上是释放出所有的狂怒似的翻滚 小船也随之剧烈地颠簸 公主紧抓着船舷 但是和暴风雨的狂怒相比 她和小船实在是太渺小了 她不断地从船的另外一边 被无情地推迟到另一边 有两次甚至差点跌出船外 我要回家 我一起在呼啸的狂风中大喊 谁来救救我们 求求你 医生 谁来救救我们脱离暴风雨 并且让王子变得跟以前一样好 带我们回家 我会变得比起更好 我会变得完美无缺 我会做任何你要求我做的事 我保证 真的 我真的保证 我发誓否则不得好死 不过你也看到了我的手 现在没有空 没有办法停下来 化石质边发誓 而且现在似乎也不适合说死 船体开始伸水 公主狂浪地和长将水摇出去 但是水位还是持续缓缓上升 这艘救生艇实在不怎么样 维托利亚说 都是我的错 围起大声嚷嚷 可能是我之前发狂时 用拳头把船体 垂破了一个洞 我想不是的围起 这艘船也太旧 也太小了 不足以应付这种 咒语巨浪 维托利亚一把抓起 漂浮载逐渐上升 水面上的讲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可是我们不知道 哪个是正确的方向 随便哪里都比这里好 维托利亚回答 她开始拼命地滑动船桨 但是水流不断地将船 打回原来的地方 快一点 我们必须在沉默以前 离开这里 我正在努力 维托利亚吼了回去 当夜幕低垂 公主仁使劲地一上一下划着船 她的手臂疼痛不已 而船内的水已经升到船身一半的高度 围起也越来越惊慌思错 我们会不会划出轮方向 或者无论我们长哪一个方向划 都到达不了陆地 或者我们一直在兜圈子而不治之 或者维托利亚 以雨波发地继续滑 到了早上 她的手臂已经变得虚软无力 无法再滑动一下子了 她放下讲说 恐怕我们将随着船一起沉下去了 没有关系了 维琪说 反正我们也没有生存到的药了 甚至连我们的心里全部都飘走了 当船渐渐沉进水中时 维托利亚仍不断动脑筋想办法 但愿她手上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其他船只打信号 看来你的麻烦已经高到你的脖子了 一个声音在她旁边响起 是的 正是如此 而且很快就要淹过头顶了 维托利亚毫不迟疑地回答 嗯 真聪明 那声音说道 而且恐怕一点也没错 除非你做些事情 救你自己 救我自己 那就是我一直试着在做的啊 嘿 你是谁 你在哪里 公主问道 并四处张望 救命 请救救我 突然间 一颗银灰色的头颅出现在水面上 嘿 我在这里 那颗头颅扎扎它的长睫毛 一时间又令公主想起王子 我是桃莉 海豚桃莉 你好吗 其实我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你现在一点都不好 不过至少你还有两只讲 比起我以前在这里发现的其他人 要好得多了 一只海豚 一只会说话的海豚 我知道海豚 彼此之间会谈话 可是我不知道 你是来救我的 正好在这千军一法的时刻 真有趣 我还一直以为 会是一位王子 前来拯救 我 没有人能够拯救你 亲爱的 我不能 王子不能 任何人都不能 即使对一个非常具有理解力 即使对一个非常具有理解力的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难以解释的事实 你是说 你是说你要眼睁睁看我淹死 公主惊讶地问道 不 我是说你要眼睁睁看你自己淹死 不是这一次 就是下一次 除非你学会游泳 下一次 你说 下一次是什么意思 即使这一次我将你拖在背上 带你逃离暴风圈 安全地将你送回陆地上 但是 当下一次你再度被暴风雨袭击 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你将无可避免地再次陷入危难之中 因为在这条道路上 有很多暴风雨 我正在想办法不在这一次的暴风雨中灭定 维多利亚说 如同我告诉你的 避免淹死的方法 就是学会游泳 但是维琪老师拒绝上游泳课 那么你将花一辈子的时间 避免被溺斃 就像你现在一样 总是等待着盼望 一艘完美的救生艇 前来解救你 没错没错 那真是我们所需要的 维琪脱口而出 你想你可以帮我们找到 一艘跑得很快的救生艇吗 即使我可以 这对于你们或许也没有什么好处 救生艇沉默是很常见的事 陶丽说 救生艇是不应该成的 维琪生气地说 他们应该是救人的 很多东西并不具备你期待他们拥有的能力 例如救生艇就常常让原本应该获救的人淹死 真的 维多利亚问 是的 当你第一眼发现你的船时 不是认为 它是前来大救你的吗 但结果究竟是 不救狭小 摇摇晃晃还会漏水 我想是吧 维琪低声含糊地说 而且 即使它正在下沉 并且很可能会将你一起拖下去 你还是死命地抓住船舷 我想是吧 维琪不高兴地说 然后突然间 它又兴高采烈起来 我知道了 你可以被我们离开这里 拖离爆风圈 你是一只海豚 而海豚都很会游泳 而且又聪明 我敢打赌 你一定知道 陆丽在哪里 我可以 但是我不愿意 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给一个人一条鱼 它只能吃饱一天 如果你教它如何钓鱼 它就可以一辈子不挨饿 这就是为什么 谁管什么愚蠢的人 汉语呀 维琪失望地说 在水位继续 针钢鱼舰 你必须帮我们 逃离这里 我只能教你们 如何拯救自己 拯救自己 我们该怎么做呢 维多利亚问 简单地说 跳船 海豚回答 那是什么意思 维多利亚 维琪问 意思是 从船上跳到海里 你不明白 维琪对着海豚大喊 我们早就告诉过你的 我们不会游泳 不明白的人 是你 你会游泳 你只是选择 不去做罢了 我可以教你 如何游泳 我们现在又冬又了 这水流也太湍急了 维琪说 如果我们现在才学的话 可能会淹死 如果你们现在 不开始学的话 一定会淹死 维琪开始尖叫 并紧抓着船眼不放 不 不要 我不要 你开船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 好像快淹死 然而你还是可以克服 并生存下来 警惕这一点 是很重要的 陶丽说 现在不是警惕 任何事情的时候 维琪大喊着 有些人一直 到快要沉到海底 才愿意学会 如何救自己 有些人即使已经 沉到船底了 还不愿意冒险一试 你之所以开始 这趟旅程 是为了不随着 下一艘下沉的船 沉到海底 陶丽说 你确定你愿意 随着现在这艘船 一起沉没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维琪回答 我们之前 有没有搭过别的船 陶丽指的是王子 维多利亚说 从某方面而言 它就是那另一艘船 也是我们第一次 必须选择要留下 并随之沉没 或者离开 并学会游泳 如果我们留在它身边 很快的我们一定会被自己的泪水淹死 同样的 如果我们留在这艘船上 我们则会在海里淹死 你明白了吗 陶丽拍拍他的棋 没错 有时候你必须学会放手 不再紧抓不放 并开始出发前进 她说 我不想催你 但是快没时间 我建议你快做决定 让我想一想 维多利亚说道 并快速地在脑海中 描绘出一张正负评量表 如果她可以将她的想法写下来 她一定会觉得更舒服些 最后她试着用可以说服围棋 陶丽以及她自己的郑重语调宣布 我们当时选择了游泳 现在当然也选择游泳 非常好 陶丽一边说 一边游到船身旁边 并悄悄抬起身躯 露出她的小小灰色的背 爬到我背上 并握住我的背起 如果我们放开船线我们会淹死的 我知道我们会淹死的 围棋说 多年来你们甚至没踏入水中一步 却一直招逢逆水 陶丽回答 你们太过于恐惧 甚至没注意到 好语已经变小了 生命并不附带保证书 要不就冒个险 不然就是完全丧失机会 当公主半爬半飘的 挣扎攀上海豚滑溜的背时 围棋又开始大嚷 小心 维多利亚 船在摇晃 没有错 陶丽向她保证 船会摇晃 是放手与前进的自然结果 围棋紧抓着海豚的起 生气的说 我想 你不会托我们离开这里吧 为了你说过的人和钓鱼的理由 她靠坐在海豚身上 以免滑下来 我只是要示范 正确的游泳技巧 海豚毫不费力地 在湍急的水中移动 很快就轮到你们了 我们不赶时间 围棋咚当着 我们在你的背上 真的觉得很安全 陶丽 维多利亚说 唯一持久的安全感 是确定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陶丽说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 必须学会游泳了吗 是的 维多利亚回答 我明白了 很好 对一个正在真理之路上 旅行的人来说 大海能够教你许多课题 因此我建议你用心学习 陶丽将速度降到静止的状态 你将学会如何与自然力量和谐一致 而不是去挣扎对抗 放手吧 随着水波漂流 与之合而为一 将你自己交给大海吧 我们刚刚差一点就把自己交给大海了 围棋说 我很高兴你还有一点幽默感 围棋 陶丽很高兴地说 幽默感有助于学习 现在在你学会游泳之前 必须先学会漂浮 就好像在学习跑步之前 必须先学会走路 注意看我如何放手 保持静止 不出一点力让海水拖着我 现在面朝上 平躺在我背上 我会慢慢下沉 让你的身体接触到水面 我就在你的下方 所以你不会沉下去的 面朝上平躺 我们没办法做到了 围棋说 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只会让你退缩 并导致失败 陶丽回答 海豚慢慢地下沉至水里 虽然公主试着 遵循她的指示 但围棋却极为惊慌 好几次 陶丽必须扶上来 将公主拖出水面 以再向她保证 并重复一次 教练指示 虽然围棋十分害怕 但是维多利亚 却十分坚决 尽管围棋 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 她仍然一次次地 照陶丽所教导的练习 我无法放松 我就是不行 围棋坚持 深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吐出 感觉你的身心 都慢了下来 并且松懈下来 随波漂流 但是我怎么可能 在这机枪人 又把我拉来扯去的 改例放松 面对狂乱的水流 还能保持平静的心境 并不容易 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如果一个人平静与否 必须仰赖她 是否处于平静无波的海洋中 那么她往往不能感觉平静 而且专注于你做得到的事情上 会比专注于你做不到的事情上 来得有帮助 现在开始 缓缓地深呼吸 陶力以沉稳的语调 指导公主 感觉你的身心 都慢了下来 尽管陶力的指导非常专业 有技巧 但是每一次 当她滑入水底 让公主感受一下水的福利时 围棋就会变得 惊骇异常 并且疯狂 挥舞双臂 试着要站起来 一次又一次的 陶力必须提醒她 缓慢地深呼吸 温言哄劝她放松身心 并专注于她做得到的事情 而非她做不到的事情上 过了一会儿 围棋又叫道 我再也没有力气做这些动作了 顺其自然 具有无比的力量 继续试试 但围棋人是害怕不已 并挥舞手臂 试图站起来 继续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这会比较容易些 尽管她现在似乎不奏效 陶力有耐心地继续说 记得深呼吸 你听起来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维多利亚说 你听过一只叫做 亨利·赫伯特·霍特的猫头鹰吗 我当然听过 事实上 我和医生经常一起工作 我们是好朋友 你现在提起她 让我想到她已经好一阵子 没来这里了 你是说医生会来这里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当我们需要她的时候 她却没有出现 因为她似乎总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将关于海的事物留给我处理 我则将关于新的事物留给她处理 好了 现在我们必须回来专注于我们手中的机会 机会 什么机会吗 围棋小声嘀咕 心里想 陶利听起来 像是 她已经浪费许多太多时间 讨论医生的事 海洋和生命是非常相似的 陶利接着说 你必须放松 放手 如果你相信它 会让你漂浮 那么它就会让你漂浮 如果你与之对抗 相信它会将你吞没 那么它就会将你吞没 存在于你自己的选择 经过许多次尝试 以及陶利的一再保证 公主终于成功地漂浮在水面上 非常好 现在你可以翻身 试着面向下漂浮了 陶利说 一开始围棋对于江脸 浸在水中感到非常紧张 但是公主很快学会 丝毫不费力地 将脸向下漂浮 一如她的仰视漂浮 陶利很高兴 现在你必须学习 如何在水中前进 说完便以最棒的知识示范 注意我的动作之间的流畅性 不要抗争 不要使蛮力 不要抓着我的棋或尾巴 这是一个顺畅规律调和的动作 围棋不肯动 我很想相信你说的水会支撑住我们 但每一次我光是想到要移动 就觉得快要选下去 除非你去做 否则你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做得到 去做吧 陶利说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公主按照陶利的教导 谨慎地将手臂抬到空中 但是她一下子失去平衡 围棋开始挥舞手脚 胡乱踢水 结束了 围棋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要放弃 对吧 维多利亚 虽然既疲惫又灰心 但是维多利亚并不打算放弃 她听见医生的声音 在脑中对她说话 就好像她在她身边一样 记得医生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围棋 她说 一个人往往由于绝望而放弃 却由于接受而顺从 我们不可以放弃 只可以顺从 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恐惧 并且坚持下去 否则永远学不会游泳 来吧 围棋 这是我们回到陆地的唯一方法 围棋终于同意 维多利亚的话 公主的身体 有源源不绝的涌出力量 她慢慢地抬起一只手臂 然后又抬起另一只 昭化出优雅的弧线切入水中 当她的手臂滑入水中后 海水又迅速地密合 平滑如尽 公主与大海 已然合而为一 大自然对于那些遵守她简单法则的人 非常慷慨 桃林一边观察公主 在水中的动作一边说 但是对于那些破坏法则的人 却十分无情 大自然对人们的要求很少 对于违背的处罚 却极为严厉 当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 生命便会顺畅地流动 你感觉到了吗 是的 是的 我感觉到了 围棋兴奋地大叫 此时 毛毛雨渐渐停歇 太阳从乌云缝中 穿透照耀 看彩虹 围棋从手臂 滑动的缝隙之间 窥看天空 真高兴那些乌云 很讨厌的雨都没了 雨和太阳 同时作用 才能产生彩虹围棋 桃林说 这是一个值得牢记的事实 公主停止滑动 并抬起头 轻轻踢着水 因为过于兴奋 完全忘了 她还不知道 该朝哪个方向去 她望望这边 又望望另一边 我在水里看不见陆地 维多利亚说 她觉得自己的镇静 正在快速消失 是不是就像只 正在树丛中 便看不到整片森林 围棋问道 维多利亚笑了 嘿围棋 你说话的语气 真像我 她的视线 又回到彩虹 她觉得彩虹 是专为她而出现的 并试着 思考她为何 会有这种感觉 以及这种感觉 从何而来 然而却是毫无头绪 最后她的结论是 对一道彩虹 怀有这样的感觉 是荒谬的 但那感觉 却持续着 最后她告诉自己 这可能只是 她自己的想象 然而那感觉 人在那儿 挥之不去 请你告诉我 我是否应该 朝彩虹的方向游去 她质疑地问桃李 对于你早已 了然于心的答案 何必多此一问呢 她默然想起 花园外山丘上的小树枝 吸引她前往的那一天 正是她 召集着找医生的时候 现在 她则是召集找到陆地 这可不可能是某人 试着告诉她什么呢 她再一次凝视彩虹 当她的眼睛 停留在红色的那一段 光环时 她的心猛然地跳动 那正是她最喜爱的 玫瑰的颜色 这正是我要前往的方向 她向桃李宣告 就在此时 远方出现一个小点 是陆地 维多利亚大吃一惊 那是从哪冒出来的 她原本不在那里的 不 她原本就在那里 桃李回答 那为什么我之前看不到 因为恐惧与怀疑 会让人对显而易见的东西 视而不见 你的意思是 她一直都在那儿 我之前之所以会看不到 是因为我太过于恐惧 正是如此 而且对于你心中的答案 你也充满疑惑 我不懂 医生曾经说我 之所以看不见真理之路 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药去看 而你却说 我之所以看不见陆地 是因为我太惊恐 并且充满了怀疑 所以到底是还没有准备好 还是过于恐惧怀疑 使人们看不见 两者皆是 当一个人充满恐惧与怀疑时 她就尚未准备好 我现在了解为什么你和医生会成为好朋友了 你们具有许多共通点 维多利亚说 你会跟我们一起走吗 桃利 维奇问 海豚的头 海豚的头 在阳光下闪耀着 脸上充满微笑与光彩 你们必须自己上岸 我要留下来帮助下一个逆水挣扎的旅人 我们会想念你的桃利 公主说 你的回忆将涌存心中 桃利喳喳一塌的睫毛说道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于是她转过身 灰灰尾巴道别 然后潜下水面 慢慢的消失了 海洋一片宁静 充满希望 好像在欢迎公主到来 公主凝视着零零波光 心中无限欢喜 她知道她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抵达坚实的陆地 她感到体内有股力量 陡然升起 此刻 海浪轻油地冲刷着她的背脊 整个人就像沐浴在 静意的感觉之中 情绪之海 这个名字取得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其实就像我们自己 如果吊带自己的情绪 感觉里面的时候 也很像这个公主和围棋一样 除非有人搭你一把 不过其实就像 也像这里面的海豚 桃利说的一样 其实能够让我们离开自己的情绪之海 情绪感觉的人 是自己 只是我们都会期望 是不是有别人可以来救我们 像公主一开始一样 她还是想说 会不会有王子来拯救她 然后 她就看到小船的时候不是非常开心吗 以为觉得太好了 可能会有王子来吧 其实我没有想到 船上根本就没有人 而且也没有会拉她上去 所以她必须想尽办法 上了船 到了船上 她还是想要逃离 这个情绪之海 可是暴风雨还是继续下 然后更糟糕的是 这时候船还进水了 水还越来越 越烟越高 她根本没有办法跑出去 然后因为又天黑了 根本也没有方向 一直到后来 陶力出现之后 她才 觉得好像有一丝希望 没想到陶力说 我没有办法给你鱼吃 我只能教你钓鱼 所以她开始引导她 怎么自救 怎么学会游泳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 我自己踏上这条旅程一样 当我们自己在情绪里面的时候 你有两种选择 就像她这里说的 你可以溺水 就成了成大好地了 或者是你可以学会游泳 然后自己逃离这个情绪之海 就是当每一次 如果你的情绪来了 然后你遇到一些状况了 我们怎么真的可以学会自己 解救自己 而不是每一次都需要靠别人 因为我们人生的这条列车上 只有我们自己会跟我们自己 继续一直往前走 其他的人都只是过客 每一个老师 我们遇到的老师 他只是都给我们一些提醒 就像这个陶力一样 他告诉我们 可以怎么游泳 可以怎么离开这个情绪之海 然后幸好维多利亚公主真的很聪明 他就知道说 其实他第一次选择离开 学会游泳 就是离开王子的那一次 那这是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他就更清楚知道 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 就是不管围棋怎么的 大吼大叫 他还是坚定 他就是要学会游泳的 这个意图 因为真的就是只能自救 并没有人可以真的解救我们 然后我觉得 后面好一段是很重要的 他说面对狂乱的水流 还能够保持平静的心境并不容易 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如果一个人平静与否 必须仰赖他是否处于 平静无波的海洋中 那么他往往不能感觉平静 而且专注于你做得到的事情上 会比专注于你做不到的事情上 来都有帮助 所以他教他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让自己的身心灵 先缓慢下来 慢慢的 因为像如果你会游泳就知道 一定是要先放松 放松才有可能漂浮在海上 你一紧张用力就 就往下沉了 所以我觉得也很像我们生命之流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很容易紧绷 然后就整个都僵直 那真的就会像游泳一样 这整个人就会掉下去的 所以他这里说 你必须要放松放手 如果你相信他会让你漂浮 那他就会让你漂浮 如果你与之对抗 相信他会将你吞没 那么他就会将你吞没 权在于你自己的选择 哇这个比喻真的说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公主慢慢就学会了漂浮 然后最后就可以翻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个很重要的 陶莉在提醒 他说 大自然对于那些遵守他简单法则的人非常慷慨 但是对于那些破坏法则的人却十分无情 大自然对人们的要求很少 对于违背的处罚却极为严厉 当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 生命便会顺畅的流动 你感觉到了吗 结果公主真的就是顺着这个潮水 顺着这个流 慢慢的能够跟海水 就是很一致的一起往前游 一起动 然后最后公主看到了彩虹 后来又发现了陆地 结果他就说什么时候出现陆地的 陶莉就提醒他 他说是因为恐惧和怀疑 会让人对显而易见的东西视而不见 所以其实那个陆地一直在那 可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人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自己的焦虑害怕中 其实会很容易看不到其他的机会 因为就都眼前眼睛都都没打开 就是只是低着头 专注在自己下面的紧张害怕恐惧而已 那你没有张开眼睛抬头看 或是看向其他的方向 或许其实就早就已经有一个协助的力量 或是可以指引的方向在那边等你 只是因为你没有抬起头就什么也看不到 所以他这里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当一个人充满恐惧怀疑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准备好 那可能就看不到陆地 也看不到所谓的真理之路 学会游泳 学会在情绪之海之中游泳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生命的大陆上就是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暴风雨啊 那如果在海里就要知道怎么可以好好的游 怎么飘在水面上 让自己与大自然合而为一 顺着流顺着流走 就像产卡上面 他有一张卡就是顺着流走 也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当顺着流走就可以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只是大部分的人都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信任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逃离在训练 维多丽娅公主的时候 他不是请她浮在水面上吗 可是最重要是一定要放松放松 然后一开始我其实不是很紧张用力 所以就一直掉下去掉下去 然后我自己真的就是会有浮起来的经验 然后真的就是 其实真的就是你很放松很放松 就真的就是可以飘在上面 就很像被宇宙给呵护撑着你 给爱护着你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信任 然后把自己给交托出去 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协助的力量 好啦 我们下一篇再来看看 公主又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